季度游线模还有这一名车嘛 台北车展正式起跑 有很多车款首度亮相 当然除了车之外 最吸睛的就是车模 镜头前摆出各式各样的美美姿势 但是下台后非常忙碌 15分钟短短的休息时间 要保暖 要上厕所 要补妆 还要帮粉丝签名 我们继续来直集车模的后台 穿短裙还露出一节肚子 车展Model在寒冷天气 还得摆出美丽自信pose 让粉丝拍照 一转身回到后台皮皮剉 赶紧披外套 喝杯热茶 暖暖身体 暖暖包 姜茶 巧克力围巾 都是必备物品 粉丝会是用一些这种甜点 我就会吃一下 对啊 补充就这样 姜茶 这喝下去就开始爆汗 所以就是你根本 你看 我现在什么都没穿就很热 别为车展你的model 只要摆出美美pose就好 事实上他们可是一刻也不得闲 工作15分钟之后 赶紧回后台休息15分 再回工作岗位 一个小时就这么过了 还得趁休息时间补妆 吃东西补充体力 上厕所查看工作简讯 甚至要帮粉丝签名 真的好忙碌 休息的时候就是 当然一开始进去会先喝饮料 然后或者是穿上外套 比较保暖 那因为像我们拍照 有时候很多闪光灯 会有点不舒服 这个时候眼睛 我就会点眼药水 平常忙着走秀 摆pose拍照的model 在车展上也会遇到很多粉丝 要求合照 不过就怕会遇到闲猪手 model们可是有应对方式 然后我可能就是会 长个身这样 model加持让车展更有看头 除了得面对热情粉丝 防暖措施也是不能少 车展美丽经济 冷天发烧 记者陈子芬 秋子玲台北采访到